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请问观察 史上最严厉 美国国会特别委员会 最新推出了一份重磅报告 要求全面重制中美关系 并提出近150项立法建议 大风暴要来了吗 美国商务部承诺 要沿堵对华高科技出口漏洞 华为的好日子要结束了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由于之前我的YouTube频道 被限制广告和限制流量 我开了一个新频道 请大家点击评论中的链接关注 谢谢 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份报告很重要 将重塑中美关系 路透社认为这是2024年 美国抗击中共的一份立法蓝图 周二 美国众议院的美国与中共 建战略竞争特色委员会 发布了一份由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 共同签署的报告 认为中共对美国开展了一场 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侵略运动 削弱了美国公司的实力 主导了全球关键产业 并使美国在发生更广泛的军事冲突时 非常脆弱 中文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